我覺得他也比較傾向分層負責 那又不然的話 我們這麼多文官 其實他們能力都很好的 你必須要相信他們 昨天說一個首長批太多公文 很奇怪 但是今天包括蘇貞昌 還有卓仲泰都反擊 都說他們批的 人還比人還要高 我相信院長 他們都很辛苦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台灣真的蠻多事情 其實我相信在一個 不管是小在一個 縣市政府裡面 大到一個行政院 事情當然會很多 我們既然這個文官體制裡面 它是一個科層體制 那麼就要看 你首長願不願意放權 如果首長願意放權 分層負責 那麼大家彼此有默契 一個首長不應該批所有的公文 你不可能說任何一個任用 或任何一個很小的基層的事情 你都要到你的行政首長上 那我覺得 這就像電視公司的這個大老闆一樣 你不可能所有記者的基層的這些事情 他都全部都要上報 那是不可能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還是一樣 因為你要相信你下面的人的能力 那麼分層負責 所以上到首長來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事事都要勢必公親 那你一定會變成說 底下的人都要開始要聽命行事 或者是要看著你的臉色辦事 我覺得這個不太好 那當然 每一個行政首長都有他 自己的行事風格 那可能在我先生這邊 他就是比較習慣 我覺得他也比較傾向 分層負責 那又不然的話 我們這麼多文官 其實他們能力都很好的 你必須要相信他們 Max and 王太太 我們沒有 有 子 aspects 想 他 感谢观看